由省政府农浴局主办 国立亚裕一行 承办第三届吸引杯基调赛 即姑婆与永续基调推广活动 日前完成决赛 此次的赛事 虽然受到疫情及交通能量的影响 但仍有国内19位基调好手报名参加 显示姑婆与对国内基调好手的吸引力 本次赛事 选手顶着艳阳 持续每场120分钟的征战 可以说是非常辛苦 此外第二天赛事中 也有安排特别加赛 最大为奖赛事 让未能挺进最终冠军战及排名赛的选手 能在比赛限定于种内进行比拼 以最终于提者夺得最大为奖 主办单位表示 办理吸引杯基调赛 是以推动永续基调为宗旨 希望能让这个新的基调文化 得以在国内逐步推广 以达到资源保育的效果 那目的呢 我们就是希望说 让这个基调 就是这个 休闲基调它能够回归到这个休闲 渔业的本质 而不是去跟渔民竞争 那让渔业能够永续发展 那今年的参赛选手 虽然比较少 但是呢 有一些指标性的人物 包括非常有名的这个钓鱼的YouTuber叫RJ 那他为什么会来参加 其实他也是 这个听说我们吸引杯 这个友善基调的这个想法他很支持 而且呢 对于我们在基调之后 习惯性的会去做进滩整理渔场 他也非常的认同 那也藉由像这一类的这些代表性人物 可以把我们吸引杯的这个 名声可以打出去 把彭新政府农渔局 友善渔业的这种想法跟政策 可以推广到其他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 更有选手以歌言战机 基调社团的名义 也将奖金一万五千元捐给家福中心 为2021第三届吸引杯基调赛 即栽培渔业区永续基调推广活动 画下完美据点 记者陈荣誉报道